导师真曾提出可拜古人为师 依经典依依教奉行可谓师臣 如今弟子唯一导师开示 只乐音卡带学习可谓师臣佛 可以 这个也算是有私诚 私诚里面最重要的定义 就是跟学一家之学 在这个一家奠定修学的根基 事发佛法都没有两样 等到自己开悟 佛法将开悟 世间法也将开悟 开悟之后才能够光学多文 但是根本的老师 决定不能够忘记 这是什么呢 尊私 中道 这是教学 这是做榜样 给后人去学习 我们对于自己的老师不尊重 后人就不懂得尊私中道 我们自己不做出一个榜样 孝顺父母 天下人也就不懂得孝顺之道 所以自己其如境界之后 大慈悲心生起来 什么叫大慈悲心 大慈悲心表现的是什么呢 无非是孝顷尊私 爱护一切众生 大慈悲才落实了 爱护一切众生 那个根本 是爱护父母 爱护死长 这是根 不仅是释迦牟尼佛 这样教化众生 摄方三世 一切祝福教化众生 都是这一个样子 没有第二个样子 这是我们一定要明了的 如果诸位仔细去观察 世间圣人 也是这样 你看孔夫子 孟夫子 一佛如实 再看看其他的宗教 也没有例外 这真是 应于所谓 英雄所见 大略相同 它不是大略 完全相同 由此可知 古今中外 这些大德 教人 完全相同 这是真理 真理 没有两种 只有一种 这大家都见到了 好 寻一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